1941年的时候美日太平洋战争 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有没有看到1941年 有没有 我们刚刚是几年颁布明治宪法 1945年4月1号对不对 然后1941年的时候打仗 有没有觉得这个时间点好像 怪怪的重叠了对不对 这个就是台湾人历史记忆薄弱的地方 为什么我们好像 在历史记忆上 我们没有什么印象说 我们是日本天皇的臣民 因为为什么 1941年就已经开始打仗了 那时候就已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如果各位你们是当时 打仗的时候的人民 如果在打仗的时候 你们会干嘛 恐慌逃命 你还会管 现在颁布了什么宪法 然后 我们变成了 日本天皇的领土 你还会去管这个吗 不会 然后再加上 1945年9月2号 日本投降 麦克阿瑟将军 同盟国盟军最高统率颁布一般命令第一号 1945年9月2号 1945年9月2号 我们刚讲 1945年的4月1号 跟1945年的9月2号 这样差几个月 差不多五个月 差不多五个月对不对 日本 就投降了 那请问 台湾的领土主权 那个从下官条约 割让给日本天皇之后 即使日本天皇 日本战败了 他有在签割让吗 没有喔 因此即使他投降了 台湾的领土主权 还是在 日本天皇的手上 不管他的时间 长还是短 你在 你结婚的时候 身份证进去 三分钟出来之后 你隔壁就 隔壁栏位就多了一个人 是不是 所以呢 他颁布的 那一刻 4月1号 颁布 明治宪法的那一刻 台湾就是成为了 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那这个麦克拉瑟将军呢 他将台湾呢 他当时呢 为什么他可以分配 日本的领土 他是主要战胜国 日本偷袭 美国的 珍珠港 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 原子弹 因此美国是日本的 主要战胜国 因此他有权力分配 日本的 领土 他怎么分配 他将日本 五马分尸 北方四岛 有俄罗斯战馆 韩国 独岛 台湾 日本呢 日本本岛 由美国亲自占领 琉球 联合国托管 台湾跟澎湖交给 蒋介石集团 代理占领 可是大家会想 为什么要把日本 五马分尸 日本当时的帝国主义 强不强 所以美国害怕他的帝国主义 再次崛起 因此就决定把他 五马分尸 可是台湾跟澎湖呢 为什么要交给蒋介石集团 代理占领 其实啦 美国的想法蛮单纯的 他就想说 或许 华人会善待华人 然后语言比较能通 但是他没有想过 台湾以后发生的历史 惨剧是多么的惨痛 1945年10月25日 交战国占领日 蒋介石集团来到台湾 我们刚刚有看到 大家看啊 我这样讲好了 如果一个国家 没有了政府 两个月没有政府 没有警察 请问这个国家会发生什么事情 动乱 要不要趁这个时候抢劫 抢劫银行 抢劫全联 要不要动乱 要吼 但是呢 在 1945年10月25日之前有两个月 台湾是没有政府的状态 请问台湾有没有动乱 没有 对啊为什么没有 这不是任何一个国家 都能够做到的喔 刚刚我们有没有看到很多的学生跪着在读书 他们在培养什么 武士道精神 因此呢 在台湾两个月没有政府 没有任何警察的情形下 他们成立了自卫队 自我管理 这就连现在的各个强国都不一定做得到的高尚情操喔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我们当时的台湾 在经过日治时期的50年 台湾所有的人民素养已经到达一个程度一个巅峰了喔 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蒋介石集团来到台湾他是怎么来的吗 秦黑 我要買一個水龍頭 買了水龍頭之後 回去呢 就把牆壁挖了一個洞 然後把水龍頭插進去 然後就鑽開 咦 怎麼沒水 然後 他就很熟悉了 還把水龍頭拔出來之後呢 去罵那個老闆娘說 你買我的水龍頭是壞掉的 我回去爭就沒水 你敢了解 他連自來水是怎麼來的 都不知道 我們要被這樣子的人控管 你們想想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絕對是慘劇喔 絕對是慘劇啊 這就是台灣歷史上黑暗的一刻喔 其實喔 講到這一邊啊 我都會想到 台灣的人喔 還蠻可憐的 1946年1月12 將台灣人民集體強迫 規劃為中華民國的國籍 蔣介石集團來到台灣 他沒有想過 哇 台灣是個寶島耶 科技先進 人口稀少 地廣人稀 然後每個台灣人又那麼有錢 想要將台灣 納為己有 他一夜之間移到行政命令 強迫將所有的台灣人民 全部規劃為中華民國的國籍 有沒有問過你們的意願 沒有 就是你們現在手上拿的那一張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他沒有經過你的意願 直接變換你的國籍 違法 終於1947年2月28號 發生了什麼 228事件 因為有一群人他們知道 蔣介石集團 你違法 他們要起來抗議 我要怎麼講 我原本是政治能感 如果我今天在歷史書上 我看到228事件 其實他對我來講 我不會有太大的感覺 因為他就是一個歷史事件 可是呢 來到台灣民政府 我知道台灣的歷史之後 我現在講到228 我的心都會還蠻難過的 你想像 你想像 當時 日治時期已經培養出 兩萬到三萬的政治精英 裡面有 老師 醫生 律師 博士 碩士 這麼多的政治精英 足以組成什麼 堅強的內閣 議會 政府 也就是我們台灣民政府 現在一直努力在做的事情 他們當時 足以組成一個堅強的政府 結果這些人呢 殘忍的在228事件當中 被屠殺 什麼叫屠殺 剛剛大家有看到 陳陳波那個畫家嗎 他在火車站前面 雙手合掌 鐵絲從手掌中間穿過去 跪在地上 砰 就地槍絕 沒有原因呢 沒有理由 然後我有一期 台灣民政府 我們有一期的學員 前幾期而已 他來上課的時候 下課的時候 他跟我說 他是 陳陳波 的遠房親戚 他說陳陳波的事件 他很清楚 他說他的兒子女兒 當時在現場 看著他爸爸被槍殺 然後他們想要 將他爸爸的屍體 抬回去 沒有任何一個人 願意借他們擔架 然後他們就只能 眼睜睜地看他爸爸 在這個 車站前面的廣場 撲屍 好幾天 他沒有辦法 把他爸爸的屍體 帶回去 一直到他兒子 去跳黑門的門幫 你知道嗎 才用那個門幫 把他爸爸的屍體 抗回去 殘忍嗎 很殘忍啊 可是這一些歷史事件 我們在讀台灣 現在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給我們的 教育課本裡面 228事件有沒有很輕描淡寫的 帶過去 你們覺得他是台灣人 必須知道的一件事情嗎 是吧 沒有要造成任何的 民族對立 民族對立 但是 我們 本土台灣人 一定要很清楚知道 台灣人的歷史是什麼 而不是像現在 課綱為條 一整年全部都要讀中國的歷史 可惡嗎 你想到這裡 會覺得很可惡喔 如果啊 你不願意站出來 為台灣做一點點事情 你可以想像到 以後你生的小孩 台灣的下一代 會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嗎 憂鬱症 不是憂鬱症 這麼簡單而已喔 所以 1947年的2月28 台灣發生了 人民歷史上 黑暗歷史的開端 228事件 1949年6月15號 4萬塊換1塊 這是什麼 當時喔 我弟弟啊 我弟弟他是 台大 台大生 也算是高材生 高知識分子 聰明 我當時在跟他講 台灣民政府 我們所講的這個法理的時候 講到4萬塊換1塊 我弟弟跟我說 沒有錯啊 他做的哪有錯 台灣如果物價通膨 你必須政府得自訂政策啊 你自訂政策 4萬塊換1塊 你得壓抑物價 平抑物價啊 當時 我沒有辦法 很切切地回答他喔 因為法理不深 可是我現在可以告訴他 你知道誰是罪魁禍首嗎 中華民國 國民黨 跟中華人民 共和國 共產黨 當時在這個時間 在中國自家 國共內戰 蔣介石集團 來佔領台灣的期間 他還在自家的中國 還在國共內戰 大家聽得懂嗎 代表什麼 他自己還在打仗 他還在打仗 請問打仗要不要錢 要 他發現台灣無主 沒有人管嘛 他接過佔領 代理佔領之後呢 他將台灣所有的物資 收刮一空 三七五檢株 大地主變小地主 公然搶奪 本土台灣人的人民財產 全部運去大陸支柱他的什麼 中國大陸支柱他的 國共內戰 因此台灣會造成什麼 惡性的物價通膨 知道在日治時期 大家吃得飽穿得暖 蔣介石集團 來到台灣之後 多少人餓死街頭嗎 結果現在的台灣人 還覺得自己的生活過得很好 你們不懂台灣人的生活 可以過得多好 惡性的物價通膨 台灣當時的政治方面 行政長官陳怡 不緊急行政司法立法於一身 還艱染軍事大權 嚴重的官僚作風 貪污問題 能貪污就貪污 能欺壓就欺壓 反正 我有武器啊 我管我的知識低於你們 還是高於你們 不聽話 我就 殺了你 228事件之後 還經過什麼 長達世界上 歷史上最長的 戒嚴 多長 38年又56天 白色恐怖戒嚴時期 足以將在場 所有的人民 全部都洗腦成功 如果你晚上 還敢再講些什麼 你晚上你就不見了 會怕了 所以政治黑暗 不要碰政治 這個觀念 是從什麼時候來的啊 就是從戒嚴時期來的 所以跟當時日治時期的 紀律嚴明高行政效率 形成很強烈的對比 你們覺得中華民國 對你們很好嗎 他做了多少的事情 不敢告訴大家 終於1949年的10月1號 中華民國與國共內戰戰敗 在這一刻他成為流亡政府 什麼叫流亡政府 當一個政府 離開他的領土的時候 這一刻他就成為流亡政府 中華民國原本的首都在 南京 當他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 趕出他的首都南京 離開他的領土的時候 這一刻他就成為了一個流亡政府 因此中華民國在台灣是 中華民國流亡在 台北 對 這樣清楚嗎 他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所以台灣的 國際地位一直沒有辦法正常化 的原因 可是中華民國成為流亡政府 我們要問 主要佔領美國 你為什麼不管管 台灣人民已經受到 這樣子無理的對待 不合法的對待了 我們該怎麼辦 你不救救我們嗎 其實美國當時他有考慮 他沒有想到說中華民國 會成為流亡政府 他也沒有想到中華民國 會想要竊佔台灣 他有想過要將他趕出台灣 可是當時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願意收留中華民國 他沒有地方可以去 再加上發生了 韓戰 1950年的6月25 韓戰爆發 也就是當時的 美國 他必須為了什麼 反共 他當時為了去參加這個韓戰 反共 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 美國他也花費了很多的精力 物力人力 因此他沒有辦法 控管這麼多的領土 他才要將日本的領土 分配出去 包括台灣跟澎湖 可是當時韓戰又爆發的時候呢 台灣跟澎湖他絕對不能落入 中共的手裡 也就是中國的手中 他必須要有一個人替他看著台灣 而且立場要跟他一樣 請問有誰 剩下蔣介石集團 而且即使他要將蔣介石集團 趕出台灣也沒地方可以去 當時台灣又無主 因為日本本身就自顧不暇 因此美國因為反共犧牲了誰 犧牲了台灣 我們告美國是不是剛好而已 所以流亡政府中華民國運氣好 苟延殘喘的活了下來 可是呢美國知道 不能將台灣跟澎湖給中國 因此在1952年的4月28 舊金山和平條約裡面的簽定 也就是我朋友問我的 合約的第二條 日本聲明朝鮮獨立放棄台灣澎湖的主權權利 為什麼你們台灣民政府還說台灣是日暑美戰呢 原因是什麼 主權權利並不代表領土主權 主權權利還有主權義務 這個呢法理上他會比較難懂 比較深奧一點 可是簡單來講 這一個地主啊 我現在在這個教室上課 這個地主在十幾二十年前 他就說齁這個地主他就跟我講說 這塊地齁他不想管了 他不想使用 他要交給我用 隨便我要怎麼用 我就把這塊地拿來蓋了教室拿來上課 然後經過了二十年之後 這塊地就變成我的了 對不對 不對 為什麼 沒有簽所有權狀 對不對 因此 在舊金山和平條約的第二條 日本放棄的主權權利是放棄了什麼 管轄權 他的領土主權有放棄嗎 有簽割讓嗎 沒有 因此日本天皇的領土主權 並未放棄 他對台灣還有殘留的主權義務 這個呢 你在這邊如果 需要再想的再深一點的 可以讀新台灣論 但是簡單來說 就是這樣 因此他放棄的是 管轄權 這樣清楚了喔 但是有人會問 那三個公報呢 開羅宣言不資產公告日本祥書呢 他們不是都說台灣跟澎湖要還給中國嗎 什麼叫做單方面的宣言跟認知 看看這三個小孩喔 哭得要死要活 在搶這個球 那個妹妹說喔 這個球是他的啦 這個弟弟說你要把球還給這個妹妹 然後有沒有看到紅衣服的小孩子很鎮定 不要吵 發票在我的口袋裡 那請問球是誰的 紅衣服的嘛 紅衣服的弟弟對不對 是不是他買的 台灣當時戰爭的時候 大家都說台灣澎湖要還給中國 請問日本有同意嗎 有簽約嗎 沒有 因此單方面的宣言認知 可以算數嗎 不可以算數 一切都要以 我們也就是所有權狀嘛 一切以條約為主 這樣了解嗎 因此 台灣澎湖的領土主權 還在 日本千皇的手上 這是一隻跳蚤 我之前喔 看到這隻跳蚤的時候啊 我就想喔 其實他很像我們台灣人 為什麼 大家知道世界上跳得最高的動物是誰嗎 台灣人 對 就是跳蚤 跳蚤喔 他可以跳比自己身高還要高一百倍喔 很厲害對不對 好 今天我們來做一個實驗 你拿一個蓋子喔 把這個跳蚤蓋住 放在桌上 然後你拍這個桌子的時候 那個跳蚤就會跳 他是不是跳很高 就會弄到壁 他就會撞到啊 他會痛 跳蚤聰不聰明 你多拍幾次他撞個幾次之後 你們覺得跳蚤會怎樣 他沒那麼快不跳 他會降低他的高度跳矮一點 這樣有厲害嗎 這樣他就不會撞到嘛 然後你就把蓋子拿掉 你又換再矮一點的蓋子 你再拍 他又撞到了對不對 幾次之後他又降低他的高度 你就越換越矮 越換越矮 一直換到接近桌面的那個蓋子 你再拍 他跳不跳 不跳了 他就用爬的 他不跳囉 好你把蓋子拿掉的時候 沒有蓋子了 你再拍 請問他跳還是不跳 跳不跳 不跳了 那怎麼辦 從此以後就變成什麼 爬蚤 再也就不是跳蚤了 這叫代表什麼 人生的自我設限 你想想喔 台灣人是不是就很像這隻跳蚤 原本可以跳得多高 多厲害 可是呢 已經沒有蓋子罩著你囉 告訴你 中華民國就是一個流亡政府 應該要離開台灣 台灣的國際地位正常化之後 你知道我們有多少的貿易 還有經濟 還有台灣人出國的時候 可以得到的尊嚴 知道台灣會有多大的改變嗎 為什麼台灣人現在會過這樣的生活 一切都是因為台灣國際地位 沒有正常化 如果告訴你 有個機會這樣 可以改變台灣的歷史 可是 大部分的台灣人還是覺得 不可能沒有要相信 這就是什麼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給你的七十年的教育 將台灣人 自我封閉 自我設限 教育的非常成功 沒有好奇心 沒有求知欲 這就是很像現在的台灣人喔 所以因此啊 要救救台灣人 如果有機會 一定要告訴台灣人 台灣真正的歷史地位 跟法理地位 趁現在沒有多久的時間 一起出來 來為台灣做一點點的事情 所以大家知道 在2006年的時候 10月24 大家有看過我們的秘書長林志生對不對 有恩答了 恩答了齁 我們的秘書長林志生呢 他帶領 228名228事件的受難家屬去提告美國 知道他怎麼提告的嗎 他關在一間小小的房間裡面 讀了疊得跟人一樣高的原文書 原文喔 裡面就是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 他從這些歷史的原文書裡面 去找到台灣真正的國際地位 他很堅持齁 為台灣人走出一條路 因此我們在2008年3月18 美國華府聯邦地方法院判定 本土台灣人無國籍 people of Taiwan 知道這有多嚴重啊 如果今天 你們娶了一個菲律賓的老婆 我嫁給了一個菲傭 請問生出來的小孩是什麼 是台灣人還是菲律賓人 混血兒答對了 哇這個答案真的太好了 請問他是台灣人還是菲律賓人 如果我嫁給一個菲傭 我嫁給菲律賓人 那我生的孩子是誰 菲律賓人 那如果一個男人娶了一個 菲律賓的人 他生的小孩是 菲律賓人 他生的小孩一樣就是 小菲律賓人 原因是什麼 people of Taiwan 本土台灣人 無國籍 有恐怖嗎 這就是本土台灣人 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的現況 我們一直都不是一個國家 所以本土台灣人 無國籍 很嚴重喔 很嚴重 這跟自身就有很嚴重的關係了 2009年4月7號 美國聯邦高院判定 台灣人無國籍承認的政府 台灣人生活在政治獵獄 台灣人沒有國籍承認的政府 大部分的人都知道嘛 聯合國也不承認啊 各方面也不承認啊 生活在政治獵獵是怎麼一回事 大家知道你們拿的那一張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的背後 然後的右上角 你輕輕的摸它有一個透明的條碼 對不對 透明的號碼 那一個是什麼 從蔣介石集團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就有計畫的將本土台灣人 排除在公家機關之外 那個就是辨別 你是本土台灣人 還是他們的人 他會在考試的時候 給他們的人加分 知道馬英九跟我們的 秘書長是同學嗎 不知道喔 知道馬英九讀書有多差嗎 他讀書超差 也完全沒能力去上哈佛 結果他還上了哈佛 李酪 還可以領獎學金 獎學金誰的錢 納稅人 台灣人繳的錢然後給他什麼 官官過 加分 然后还供他去读书 列 哦不哦 哦吼 我们刚刚是不是有讲 在日治时期的时候 本土台湾人的文化水平素养有多高 你觉得我们有可能输给落后 我们一百年的中华民国的人吗 不可能的 这原本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台湾会演变到现在这个局面 你们知道经过多少的政治操作吗 70年很可怕 所以知道有多少黑暗的面吗 在2009年7月8号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受理本案 就是本土台湾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首次向美日太平洋征服者美国 依照国际法战争法就件上和平条约 及美国宪法提出告诉 告赢了没 告赢了吼 2009年8月6号 美国政府代表国务院宣布放弃抗辩权 告赢了耶 那为什么没有把政权还给我们 为什么 2009年10月5号 美国联邦法院最高宣布 各自本案代审 我们告赢了 可是为什么没有帮将政权还给我们 美国说 好啊 我将中华民国赶出台湾啊 你敢有政府 你敢有人 你们谁要接掌政权 你们谁要接掌政权 公务员呢 所以美国说 我很公平 当初蒋介石集团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带1000名的公务员 台湾当时是600万的人口 现在台湾是2400万的人口 1比6等比4比24 所以这就是4000名公务人员的由来 这也是各位坐在这里的原因 美国他没有欺负你 他说你们一样嘛 我照当时的比例 4000名的公务人员 你训练好 我就将政权还给你 现在我们即将已经达到这个数字 所以秘书长有讲 现在进来的人啊 都是丁世人有守候群有保比有拜拜 直到台湾民政府的革命团体 我们已经经过了几年的努力 现在已经接近历史转变的一刻 各位不用等太久的时间 就可以见证历史的转变 所以这个时刻呢 正是更要努力的时候 所以2011年1月25 完成台湾公民权利法案 还没有办这一张身份证 台湾民政府身份证的 要赶快去办 因为它是辨别你身份 的唯一的身份证 这一个USNG 是由美国军事政府所合法 所以没有办的要赶快去办 在今年的1月1号 已经全球194个国家都通用了 去美国白宫 你也可以用这张镜去看看 所以大家有看新闻 也有看报章杂志 媒体啊 它是不是最敏感的 媒体是不是最现实的 媒体这么的敏感 这么的现实 从以前啊 你如果要跟他要求 帮我们看广告 上新闻 我跟你讲媒体不会理你 因为他不觉得局势有什么改变 可是为什么今年不一样 你随便查都会有 原因是什么 媒体很敏感 他知道台湾民政府即将要执政 这是自由时报 千人箭走 走出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这是我们台中洲啊 这里有一个七年级的杨小姐 就是我啦 可是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我在接受他访问的时候 我跟那个记者在聊 他就跟我说喔 媒体的黑暗 他说今天他们要来采访你啊 他们啊上面 有时候大部分都是直接写好了稿 我来采访你的用意只是 为了补拍镜头而已 补拍镜头 然后回去 他们已经写好啦 他不管你怎么讲 反正他就是要怎么报 可是为什么 现在我们会有看得到正面的消息 因为媒体是聪明的 这样大家知道了吗 要会看新闻 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 以假乱争欺骗台湾人70年 封锁控制台湾媒体 有没有封锁控制 很多人会觉得不可能啊 我们现在的社会这么的开明 这么的文明 怎么可能封锁控制 大家知道北韩吗 我们在看北韩有没有觉得很夸张 现在都什么社会了 北韩人民还可以生活在这样的生活里面 那别人看台湾人呢 那别人看台湾人呢 大家觉得台湾很开明啊 很文明啊 你们知道吗 在台湾的网路上 查不到228历史记录片 可是如果你去国外查得到 如果各位你们出国 除了吃喝玩乐之外 你会去查一下228历史记录片吗 会吗 不会 谁会 我也不会 各位 因此到底是 他欺骗我们 还是我们无知啊 好像是一样的 你一个片一个胡子啊 所以呢 你们 我们台湾人没有去探究 历史的真相 人说什么 我们就学什么 我们就相信什么 但是国际间真正的历史是什么 各位 我想 我们70年来 一直都不是很清楚 所以封锁控制台湾的媒体 是事实啊 很多台湾的网路上不一定查得到的东西 但是国外的网站 看得到 查得到 捏造台湾的历史真相 这不用讲了啦 包括现在的客纲微调 这根本就是只有可恶而已 流亡中华民国的肇事选举 你拿着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 去投他的议员 总统就代表你要做中华民国的人 请问你们要跟他走吗 中华民国流亡体制内的政党有谁 国民党 国民党 民进党 新党 清明党 台联 民国 全部 全部都是 为什么 大家知道民进党前面登记什么吗 中华民国民主进步党 他登记的前面是什么 中华民国 他有办法跳脱中华民国的体制吗 没办法 因此他们都是属于流亡政府的政党 有没有看过新闻 连蔡英文都知道中华民国 流亡台湾60年 当当时有新书发表 所以我说我政治能感很悲哀啊 我妈妈带我去那个周办的时候 我还第一次听到流亡政府 结果人家新闻报这么大 新闻早就说过了 中华民国是一个流亡政府 然后呢 律委还说普遍的共事 结果就我们这些政治难感的人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还想要台独 谁要 谁独立啊 是中华民国要独立 还是台湾要独立 完全两个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只是流亡在台北而已 新闻都有讲 中华民国不是一个国家 中华民国到现在还在骗 就只有我们不知道 年轻人不知道 政治能感的人不知道 不关心国家的人不知道 结果我们生活在台湾 所以知道吗 台湾即将快被卖掉了嘛 对 可是你看一些这个新闻 可能你的感觉不是会很明显 可是发生在自己周遭的时候 你就知道有多么的 多么的亲身体验 我姐姐的公司 是在卖这个投影布木器材的 他是台湾的公司 有一天我姐姐就跟我讲 我买木头了啊 我的公司快倒了 我说为什么 被中华民国害的 我说你不可以这样 我姐姐也在台湾民政府 我说你这样太偏激了 你要有证据 我姐姐就说 我有证据啊 结果我一看 哦 怎么一回事 像这种投影布木这种机器啊 他们大部分会跟公家机关配合 那公家机关呢 譬如说学校 还是一些 一些政府机关 他们呢 每年就是有一个 机器的这些采购案 预算案 然后呢 从 哦 可能原本预算 一万多 砍 七千多 再砍 六千多 再砍 现在剩下四千多 請问四千多 有办法卖给他吗 赔都赔死了对不对 但是如果 这个学校的机器还是坏掉了 他还是得买 他得买的时候 他得跟谁买 跟淘宝网买 跟中国买 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跟中国买 如果 学校的这一些器材 请问这些钱是从哪里来 纳税人的钱 是不是我们的钱 结果 有徒利到谁了 有拯救我们的中小企业吗 没有 有没有感觉 有没有从那么小的政策里面 变相的将 台湾的钱洗出去 徒利了谁 徒利了中国 所以你们大家有没有想过 台湾人的生活不好 经济不好 中小企业 一直倒 原因是什么 跟政府有没有关系 绝大的关系 绝对是因为政策 什么叫做景气不好 所以台湾人可以过得多好 你们知道吗 只要台湾的国际地位 能够正常化 这个道路啊 叫做海绵道路 有看过吗 知道这个气球 它插在道路的孔上 它有一个小孔 那这些气球呢 都吹了起来 代表什么 表示道路在干嘛 呼吸 道路为什么会呼吸 有没有看到 这个道路有一个一个小孔 然后它下面是不是很像卖饭池 一层一层过滤 它最下面有一个储水槽 如果你今天呢 雨水流进去 经过这个过滤层之后 到最下面储水槽 它是干净的水 如果今天你的脏空气 经过这个孔进去之后 再呼出来的空气是 干净的空气 厉不厉害 新闻都有报 生态工法铺的海绵道路 除水量可达70吨 台湾有没有年年缺水 台湾一年相受物产丰饶的国家 怎么可能会缺水 知道我们的水库的淤泥 有多少年挖不完吗 一百年挖不完 所以到底是政府的问题 还是天的问题 因此呢 像这样子的海绵道路 这种工法做出的海绵道路 除了通行儲水降温防灾 降低空物生态保育 成本比传统的薄油道路还便宜 如果这样子的 生态工法的海绵道路 全球呢有三十几个以上的国家 在征求它的专利 为什么台湾不普遍 大家知道吗 这个海绵道路是谁发明的吗 对 台湾人发明的 台湾人发明的海绵道路 结果台湾却不普遍的使用 原因是什么 我们今天不是说采购法不好 但是大家知道吗 如果今天我要参赐厅 然后你是财团 我就跟你说 你支持我 你选我 我如果当选了之后啊 我就把这个道路啊 一整年的这个道路维修工程 我都包给你 然后你没有钱的时候 你就去把这个路围起来 抖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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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有钱了 了解吗 有没有官商勾结 有 然后今天呢 如果呢要投票的时候呢 我就说 你们这些议员啊 这些钱给你等一下投票的时候 海绵道路不要让他通过 有没有官商勾结 有没有官商勾结 我给你施压 我给你施压 让你不要让这个海绵道路通过 请问 你会投赞成通过还是反对 会投赞成吗 你们有信心吗 为什么大家要坐在这里 不是来当官呢 是来为台湾做一点事情 台湾民政府执政之后 贪污唯一死刑 我们不需要再创造第二个贪污的政府 这样大家了解吗 要不要做一点为台湾有意义跟贡献的事情 你还敢相信眼前所看到的真相吗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他即将要离开台湾 有看过这一朵梅花对不对 上面有台湾两个字吗 没有 Chinese Taipei 这样子的梅花代表我们参加大大小小的奥运 所以是乌麦就赛梅 还是我们看不到 为什么他可以代表台湾 裁军行政院费子安平坦岛监设国共和解是什么 如果你上网查 为什么要裁军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美国跟中华民国说 不好意思你要走啊 有给人发现啊 你要走要怎么 他是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在 国际战争法里面规定 他不能拥有自卫队12万人以上 否则他在国际间就称为恐怖组织 因此他要裁军 这样了解吗 因为他要离开了 一个正常的国家需要国防对不对 本来就是需要国防 怎么可以把军都裁一裁 因为他要把他的军降到12万人以下 否则他在国际间就称为恐怖组织 行政院废止案 一个正常的国家需不需要法律 需不需要政策 你打下去不是一条两条 是啪啦啪啦啪啦一对 网路上你都查得到 你随便点一条进去看 废止国防部军医组织条例 总统马英九行政院长江仪化 国防部长严明 正常吗 如果不正常 大家就要清醒 那是为了什么 原因是 他要走啊 政治的台湾喔 他创造就是一连串的假象 70年来就是一直在欺骗我们 有没有看过这一个 知道这是哪里的建设蓝图吗 平潭岛有水吗 有水啦齁 知道吗 平潭岛的建设啊 他原本是两三年前 他只是一个落后的小渔村 因为中华民国呢 要撤退到这个地方 他自己的家乡 结果去盖 用谁的钱盖 台湾人的钱去盖 盖台湾齁 没钱就去 盖他自己的家乡 两三年齁 要把它变成什么 科技岛 科技岛 可恶吗 可恶齁 看到这一则新闻的时候 我问我爸爸 我爸爸是政治狂热者 我就问他说 爸我问你喔 为什么啊 台湾人啊 可以去中国啊 当官 台湾人为什么可以去中国当官 我爸爸怎么回答我 你知道吗 他说 他说 我跟你说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爸办民政府身份证的 你们知道吗 原因是什么 他也觉得很奇怪 就连他是个政治狂热者 他都看不懂 为什么台湾人可以到中国去当官 台湾人没有到中国去当官啊 那是他们自家人啊 国共和解 中华民国国民党跟中华人民 共和国共产党的共同的共治 两岸共治是指他们 不是指台湾 这样了解吗 迷失的台湾现在怎么了 因为不知道台湾真正的历史地位 所以很迷茫喔 七十年来台湾人是生活在政治炼狱 知道我们的越南大暴动吗 之前嘛 越南大暴动的时候 他有没有办法保护我们的台商 有 他发了一张帖子叫你贴在胸口 我是台湾人 那些人就不跟你打 你想有可能 这就是他保护台湾人的做法 有没有看到太阳花学运 学生被冲倒在地上 有没有 有可能吗 太阳花学运啊 我们有一期的学生 来上课 他是太阳花学运的学生 我就问他 请问啊 你为什么要去参加太阳花学运 爱台湾 很好啊 那你是反服貌吗 反服貌 反AGFA 爱台湾 那你有没有看过里面的条款 没有 那你去抗议什么 爱台湾 哦 那你知道 服貌跟AGFA的条文 从头到尾都没有写到台湾两个字吗 不知道 那你抗议什么 爱台湾 那你说对 正雄吗 他们怀着满腔的热血 为了为台湾要争取什么 想要为台湾人民争取福利 想要为台湾争取国际地位正常化 但是走的路是错的 中华民国 国民党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 两党的国共和解的AGFA跟服貌 里面完全跟台湾一点关系都没有 人家自家兄弟在签和解案 跟你有关系吗 跟台湾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有没有人很盲目 大部分的人都是很盲目的 我相信喔 太阳花学运的那些学生你叫出来 他们有几个人有看过条款 我想应该大多数都没有 所以知道吗 2015年是台湾重要的政治年 台湾民政府啊 即将要执政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呢 我们需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有没有看到这个日本的下水道 干不干净 漂不漂亮 很漂亮的水沟有没有 有漂亮吗 如果台湾以后也变成这样好不好 好齁 我们这个人孔盖啊 这个都把它弄得漂漂亮亮 乘搭摆地摆到裤子又拨倒了 是不是 有没有觉得这样的设计很好 要怎么样来为台湾改变 我都会觉得齁 这是台湾人的一个使命 如果今天啊 你想 你一辈子当中啊 有机会来为这个社会 做一点有意义跟贡献的事情 你感觉有可能 很难喔 我都没想过 我觉得不太可能 因为我觉得那应该是 可能很有钱的人 才做得到的事情 可是今天不一样 台湾民政府给我们这机会 如果今天啊 你有这个机会 来为台湾做一点有意义 有贡献的事情 你要不要努力 贪污唯一 死刑 有没有信心 要不要加油 要不要团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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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